崔永元曝光范冰冰偷睡,黄毅清说,最少武艺,张国立说,做人要厚道。 崔永元在演艺圈掀起惊涛巨浪,范冰冰偷睡,有牢狱之灾,这些传闻甚嚣沉上,看热闹得不嫌事大,原力发生补刀。 黄毅清也开口,黄毅清是黄毅前夫,和王思聪一样是土豪兼任娱乐圈的纪委,一般放出来的消息都是猛料。 黄老板是要出来当人正的节奏吗?偷睡漏睡少说武艺,艺人的收入真的是很可观。 这个热心的群众,要么就是落井下石,要么就是正义改极强。 总之这些恩恩怨怨,牵扯出这个娱乐圈的大事件,很多人都坐不住了。 。 崔永元开始针对冯小刚,之前拿范冰冰下手,结果范冰冰哭哭啼啼的向崔老师道歉,心一软,就专门针对冯小刚,冯小刚都是保持沉默不想说话。 张国立出来说话了,这个演过一身正气的季小兰的男人,其实说起话了,比和声还要圆滑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,这个后道,可以是对冯小刚说,也可以是对崔永元说,也可以是自眠。 这种八面玲珑的话,可以是左右逢圆,刀切豆腐两面光。 好多网友参与感很强,说话搞得好像自己是幕后大佬一样,我是觉得这些很逗。 央视等媒体给崔永元撑腰之后,崔永元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,谁感动? 虽然只是普通的大学老师,但是曾经是央视的人,一辈子都是央视人,希望崔永元作为正义的化身,确实是整治一下娱乐圈乱象。 如果说健康是最大的财富,那么绿池就是让您更加rich、富有。 用心做有趣有用有温度有态度的媒体,您的点赞关注是小编笔更不错的不洁动力,欢迎关注。